緊緊拉著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手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姬 在金正恩的帶領下 在新落成的住宅內 開心地動張希望 因為這是金正恩送給他的 樓中樓新房 這間新房位於北韓首都平壤 一棟才剛啟用的河濱排屋住宅區 根據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 這些住宅是用來贈送 給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人 金正恩認為 七十九歲的李春姬 在北韓勞動黨內擔任五十多年的博保任務 是黨內的忠誠黨員 因此贈送新屋給他 期盼他能夠繼續擔任政黨的發言人 而李春姬則是對此表示 他跟所有家人也因此激動的整夜沒睡 掉眼淚 感謝國家對他的恩惠 南韓分析家文成默認為 金正恩借著送豪宅 給對國家忠誠的人士 除了期盼能夠增加北韓人才 對他的支持 也希望能夠進一步鞏固 這些精英的忠誠跟團結 事實上北韓近年來致力於發展建設高樓大廈 金正恩在十一號才剛出席一個剪裁儀式 宣告一棟八十層樓高的摩天大樓終於完工 看起來豪華美觀的摩天大樓 確實不好甚至是一般平民必之不及的建築住房 今年31歲的脫北者鄭時宇是2017年逃到南韓的 他曾經在北韓住過一棟13層樓大廈的三樓 但整棟建築卻沒有電梯 上下樓只能走樓梯 而另一個朋友卻更慘 對照李春基貨贈豪宅的住宅區都是低層建築 而且水電 家具都很完善 電梯也能使用的情況下 再回頭看這棟八十層樓高的建築 窗戶只有框架 廚房只有裝好水龍頭 還沒水可用 讓鄭時宇批評金正恩只是在作秀 展現提高了建築技能 而沒有考量到住戶的生活便利 南韓網路媒體美日朝鮮也表示 北韓必須進一步改善電力跟供水問題 並且讓民眾克服對建築質量 接觸設施品質不佳的擔憂 外媒報導 北韓的住房是靠分配得來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下 買賣房屋照理來說是非法的 但專家指出這種做法已經很普遍 主要是在金正恩的領導下 私人市場擴張所受益的人 感涉所造成的 儘管北韓的電力供應有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仍然無法全面解決 公認新聞純眾比起 公認新聞純領比